狗一见面为什么会先闻屁股 狗屁股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互相闻屁股又是何含义呢 这里是知识TNT 在人类社会里 两个人初次见面会通过面部表情 肢体语言进行交流 但狗狗和人的方式完全不同 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见两条狗一见面 就会绕着圈上下打量 然后就是互相闻屁股 这也让不少狗主人认为 狗闻同类的屁股是想要吃对方的粪便 每每看到这一幕 狗主人就一脸嫌弃的进行驱赶 那么狗的屁股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闻屁股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为何有的狗会不让对方闻屁股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狗的特殊技能 在户外经常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狗聚集在一起时 总是喜欢互相闻屁股 这是由于狗的嗅觉比较灵敏 一只普通狗的嗅觉灵敏度大约是人类的10万倍 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辨出超过200万种不同的气味 经常遛狗的人都知道 只要狗一出门就会到处撒尿或者排便 这其实是在散播信号 有的狗甚至还会用鼻子在地上四处闻 就是为了寻找其他狗留下的屎尿味 比如母狗在求偶时期会到处留下求偶的记号 如果有公狗嗅到母狗散播的味道 就会一路兴奋地沿着记号寻找正在求偶的母狗 研究发现狗鼻腔中主要用来捕捉气味分子的气关是锈上皮 其细胞密度更是人类的100倍之多 而人类和狗的嗅觉差别就在于人在房间中能闻出一种香水的味道 狗却可以在一座空旷的体育馆里闻出这种香水的所有成分 狗的嗅觉还可以感知到很多看不见的事物 这也完全得益于狗狗口腔上方的离鼻器 并且每个狗狗都拥有独一无二的鼻纹 就曾有科学家利用了狗的这一特点 研究出通过鼻纹来识别狗狗身份的软件 可以快速的帮助狗主人找回丢失的爱犬 那么两只狗互相闻屁股 与狗的嗅觉又有何联系呢 人们在见面时习惯用手打招呼或者口头问好 但狗却不一样 它们交流的方式主要靠闻屁股 说到这不少人会疑惑 狗为什么不选择闻身体的其他部分 而单单选择屁股呢 狗屁股里究竟有什么秘密 肛门在我们看来除了排便别无用处 但对于狗狗来说却是身份的认证 这是因为狗狗的直肠内部有一对离形状的线体 也被称为肛门线 每当狗排便时就会自动挤压这两个线体 将腺液排入肛门 主要起到润滑肛门粘膜和粪便的作用 狗的肛门线分泌物一般呈灰色或褐色油脂状 夹杂在粪便中味道非常丑 如果狗的肛门线分泌过度 很可能会引起腺导管堵塞 严重的还会引起感染发炎等 因此需要带狗定期的去宠物医院检查身体 以免肛门线附近的皮肤出现溃烂 肛门线的另一个作用 就是有利于狗之间的相互辨识 每只狗身上的线液味道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两只狗见面时会互相闻屁锅的气味 并以此确认对方的身份信息 肛门线所分泌出的信息元素 也就相当于狗的身份证 而狗敏锐的嗅觉 就是读取身份证信息的关键 那么狗狗门屁股到底有何含义呢 首先是礼貌性的打招呼 尤其是初次见面的两只狗 大多数都会通过门屁股来打招呼 这就和人类日常生活中 见面时打招呼 拥抱 握手一样 只不过狗不像人类一样 通过嘴巴和肢体动作来表达而已 并且狗在白天时视力较差 很难通过眼睛去辨别 记忆自己的朋友 所以当两只狗再次见面时 还是会通过闻屁股的方法 来辨别是不是自己的朋友 此外 有些狗狗在闻对方屁股前 还会摇尾巴视好 展现出自己和善的一面 其主要目的就是想让一些脾气暴躁的狗 放下防备心理一起交朋友 其次是判断公母 给自己物色对象 一些处于发情期的狗狗 尤其是母犬 身上会散发出特殊的气味 来吸引公狗靠近 通过互相纹屁股 来获取对方的性别 年龄等信息 从而辨识出自己的潜在伴侣 狗狗一旦遇到了爱情 那就不得了 十条狗绳都拉不回头 所以狗在发情期时 主人一定要看管好 以免出现随意交配的情况 最后是大狗闻小狗 检查身体 不仅同龄狗之间会互相闻屁股 就连母犬也会闻小狗的屁股 除了清理肛门上的粪便外 还可以通过嗅觉 判断小狗的身体是否健康 在户外 如果有狗狗识别到同类身体不健康 就会自动远离它 那么有些狗不让闻屁股是怎么回事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狗 都会主动接受陌生狗闻屁股的行为 狗的性格也分为外向和内向 例如一些内向胆小的狗 在遇到陌生狗狗闻屁股时 就会表现出非常抗拒 甚至会主动躲避 不让对方秀闻 而这部分比较内向的狗狗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社交恐惧症 长期发展下去很容易产生抑郁心理 如果发现自家的狗内向胆小 可以尝试让它接触体型小一点的狗 并且多带它到户外参与社交活动 培养开朗活泼的性格 其次是一些母狗对于公狗的闻屁股行为非常抵触 而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公狗不符合母狗的择偶标准 所以非常反感公狗秀闻屁股的行为 通过以上的了解 我们就可以得知 狗狗互相闻屁股可不是为了吃对方的粪便 任何动物之间都有它们独特的交流方式 而狗则是通过气味和摇尾巴来进行沟通 主动试好时会开心地摇着尾巴 一旦遇到危险或者恐惧 就会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女性在生理期时会受到狗狗的频繁的骚扰 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 这是因为狗的离鼻器 可以轻易地识别出人体所散发出的荷尔蒙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可以将家里的狗进行劫渣或者劫狱 支持TNT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请点赞 关注 评论吧 我是TNT 我们下期再见